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食品业界就是良心事业 不但是良心事业 更是功德的行为 所以人吃东西一定要用良心的制作 总经理说 原料是食品的关键 兼职选用澳洲全养 且一定要厂内自行切割 为的是控管品质 而近期推出的低基金 也选用检测过后的玄机 透过高端的仪器精脆出完整的健康 严谨地看待每一样产品 今天要输完我们这个鸣肉楼 鸣肉楼 这是大罐的家庭用的 我们来到还有这个中罐的 是这个小家庭用的 还有小罐的 最佳两个人分的 还有小罐的就是这样 简易的开启罐头便是一道佳肴 每一口都是熬煮八小时的汤头 每样选材都是美味及营养的关键 我们的羊肉是从厚洲来的 我们里面有够有十二种的中庙材 都去熬汤 我们在羊肉里面 它的羊肉现的不好去 对这个人家的身体 我们当年是要保护很好 而总经理也提到 羊肉炉也可以加入鲜酥一起 是亲友围炉的好选择 也可以搭配面线变化出多档料理 我们新兴的育品滴肌酸 最大的优势 也就是在营养方面 它是房间唯一含有的牛黄酸 氨基酸也是最高的氨基酸 简单的隔水加热 内含有整只鸡的营养精华 配合料理像是粥品 煲汤以及蒸蛋 让营养流于生活 而这样的低基金 最大的优势更是它可以常温保存 因为产品包装之后 是冰冷地放在架子上 客户是无法感受到美食佳肴的 必须让它尝一尝 他就知道原来 罐头食品可以做什么 这么好吃 门市位于云林斗六 时常也有游览车去车前往 来到这里透过试吃 来自行体会总经理的用心 对消负者来讲 罐头食品是最具保障的 因为它没有污染力 第二个它是没有细菌 它是无菌状态 第三个它的口味会包裹在罐头里 不会流失 新鲜羊肉卤的汤口很浓郁 而且它的肉块肉质是带皮的羊肉 已经来买好几次了 今天来这边是特地来买 这个新鲜地鸡精 因为我之前有喝过 其他厂牌的地鸡精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地鸡精 它可以常温的保存 非常的方便 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跟空间 它喝起来比较顺口 而且没有一般鸡精的那个鸡心味 好的产品会透露制作者的用心 在细节上琢磨 只为满足国人挑剔的味蕾 浓郁机箱的低鸡精 口口是营养 温补养生的羊肉炉 是老少皆宜的美味 如今透过门市以及网路 将这样的美好推广出去 新鲜的一时坚持的就是这个字 严格评管 主要是确保产品生产出来之后 是个零缺点的产品 让我们消费者能够买得安心 用得放心 吃过能够开心 这是我们的期盼 也是我们一直努力不变的一个方向 总经理期许立足台湾 放眼国际 将台湾的美味封存在罐头中 散播到世界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